前地圆 拍近一点点 你看这个上面的字 一个是四个手柄 拍这边后面 四个后面的 拍下这个 然后呢 四个手柄 对应的四个手柄 这个是头发的 这个是身体的 这个是脸部的 这个是眼部的 好 现在我们开始调 界面 开始调界面的话 是 这个是模式 是调节每个探头的模式 这个是 这个是调节每个探头 调到每个探头 调到每个探头的 现在我们调了M1 就是表示是做 头发的 好 然后我们来 调 好这个 我们来设置时间 我们设置8分钟 好 开始 然后现在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 头发一共有三个灯光 红色灯光 红色灯光 红色和蓝色相结合的灯光 好 我们现在是开始做 然后 这个是 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 探头正处于做 身体的 这个 能量间断 所以它的会比较大 所以它的会比较大 这个能量已经过强了很大 所以我调低一点 还是很大 所以我调一下这个探头的模式 先调一下 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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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好 溫热的感觉 好 就是是温热的感觉 就是温热的感觉 有点热度 有点高'll looked at 然后我要能量靠进来一点 然后我要能量到做头发的时候把它关掉 进入做头发这个时候能量是最肉的 我回调到20也只能感觉到一点点 一点点微电流点点 现在领量太小了我要太大一点 那我进入做领部的领量 领分领量20已经非常强了 我已经很害怕的 好调小一点 现在我能感觉到一点点感觉一点点燃亮 我现在可以试一下头发 现在我能感觉到一点点燃亮 就是这头发的时候 刚刚一点点燃亮 我现在第一个烫头已经做完了 所有的其他的烫头的模式都一样 这个是开关键 然后这个是调手柄的 能量的大小 这个是调灯光 然后也调哪个烫头进入工作状态模式 然后这个是能量加 这个能量解 这个时间设置高低 就这样差不多就这样了 我先试一下 试一下身体的 M2 M2是身体 M2是身体 身体的头已经发绿光了 身体的头已经发绿光了 身体的头可以调红色蓝光 然后两种相结合的 现在正确 能量不是特别高的状态 因为它是橘 这有点能量 有点感觉很舒服 因为它是在脸部的 脸部的这个内面间段 不是特别高 我同样如果是要 做身体的时候要大了内面的话 我先把这个关掉 然后再调 正是做身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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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身体的 这个能量是非常大的 这个能量非常大 其他套路都是一样的 有很好拍的 做身体的 做身体的 被大鸡 那很漂亮 好漂亮 《可里面的